這次百年一雨的日食 美國西岸星期一早上 首先在俄勒江州上空出現 這次是相隔99年之後 再有橫跨美國東西岸的日傳食 全國有14個州可以目擊整個過程 很多人都暫時放下工作 各司各法準備迎接黑暗來臨 在白宮的總統特朗普也不例外 大約一個小時後 最期待的畫面終於出現 月球的陰影覆蓋著太陽 白天變成黑夜 歷時大約三分鐘 人看得興奮 但他們似乎嚇倒了 要圍脈一起定驚 就算太陽慢慢出回來 他們都似乎未驚完 這次日食看清楚些 還有一個特別之處 太陽上面多了幾點 到底是甚麼來的呢 原來就是他們 一直由國際太空站撫陷 上太空不容易 有航空公司就安排專機 帶乘客近距離看日食 說了那麼久 我們在香港 最快可以甚麼時候看到日食呢 答案是2019年12月 不過都只是日編食 想看日傳食 最快是2019年7月 但要到阿根廷或智利才看得到 香港電台記者梁家琪報導